宋江最不待见的梁山好汉竟然是这五位 他们本领高强身怀绝技 为梁山流血流汗 可谁曾想到头来却并不受欢迎 甚至不是遭到孤立就是被宋江打压 《水浒传》中 宋江之所以能做上梁山第一把交椅 很大程度靠的是爱惜人才 知人善用 换句话说 就是非常懂得拉拢人心 但是有例外 梁山中也有一些宋江不喜欢的人 即使这些人本领高能力强 也照样不受重用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本期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不受宋江待见的五位梁山好汉 第一位鲁智深 鲁智深在梁山大排名中 做的是第十三把交椅 别看这个排名靠前 其实没有实质性意义 不如排名二十二的李逵更加有存在感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在梁山重大行动和决策中 鲁智深被宋江 视成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 在水浒中 我们很少看到宋江去找鲁智深办事 顶多在开大会时 让下面的人象征性的叫一下他 反观李逵的出场率就比较高了 尽管这个傻粗汉 有时也会跟宋江对着干 但是在很多事情上 宋江还是会用到他 这其实主要就是一个信任性的问题 对于鲁智深一个外来人物而言 宋江不信任是肯定的 最重要的是 鲁智深唱反调的行为 让他这位老大敢怒不敢言 这就要从梁山君昭安说起 首先 昭安这个想法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宋江酝酿已久 宋江清楚地知道 一百丹八将中 有不少人和朝廷之间有着家仇大恨 在这样的背景下 他深知昭安的阻力 于是 在提出昭安之前 宋江的心理就做了下权衡 他要分析 哪些人会反对 又有哪些人会支持 然后再对症下药 以此推动昭安 在想到鲁智深时 宋江是拿不准的 因为鲁智深和朝廷之间 没有什么难以释怀的仇恨 当年 只是因为三权打死郑屠夫 才吃了官司 为了一探口风 宋江当即决定召开一个 各大头领交流会 作为不君山寨的鲁智深 自然要到场 可没想到 自己刚说到召唤 鲁智深直接就提出了反对 这不仅瞬间给宋江 泼了一盆凉水 还让他感到 自己很没有面子 但没有办法 该忍着还是要忍 他没有办法去指责和呵斥鲁智深 因为鲁智深在梁山中的地位很高 而这个高不是指排名上的高 而是指他的圈子实力非常雄厚 夸张一点说 鲁智深在梁山中 可以做到一呼百应 如果真的闹分家 梁山中可能很多有实力的好汉 都会跟着鲁智深混 要知道 鲁智深在上梁山之前 就有自己的驻扎地 二龙山 二龙山的实力是不容小觑的 当时除了鲁智深 还有行者武松 和庆面兽杨智在这里作证 并且随着地盘的扩张 越来越多有实力的好汉 都加入到了里面 就此而言 如果鲁智深不上梁山 凭借着手底下的这些兄弟 也可以独拔一方 因此 鲁智深上梁山之后 宋江对他十分敬畏 怕他会有宣兵夺主之意 而鲁智深这样性格的人 确实不会对他马首是瞻 宋江感到 在鲁智深面前 当老大的优越感全无 这样的话 他不喜欢鲁智深 也就不奇怪了 说完鲁智深 下一个宋江不再见的人 就是武松了 武松和鲁智深的脾气一样 宋江对他们 都是敢怒不敢言 不一样的地方是 宋江先前和武松 是有过交集的 两人最先见面 是在柴晋的府上 宋江那时就觉得 武松是个人才 而武松也十分仰慕 宋江的为人 两人都希望以后 能有机会在一块共事 梁山俱一时 武松随着鲁智深也到了 宋江见到武松非常高兴 决定势必要感化和拉拢他 一心要把他培养为 自己的心腹筋性 除夕之夜 梁山晚会上 好汉们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 宋江让岳和作曲助兴 当唱到 愿天王降旨 早召唤这句时 武松直接拍桌而起 毫不客气地怒怼了宋江 这声怒怼让宋江吓坏了 他知道武松的脾气 所以也不敢对他怎么样 事后 他又召开了洗脑大会 可没想到武松再次出击 接连让他两次下不来台 从此之后 两人之间的兄弟情分 就彻底淡了 宋江也不再寄希望于武松 对武松总是一副冷冰冰的表情 他是梁山中 活得最憋屈的好汉 屡历其功 多次挽救梁山 却得不到宋江重用 甚至成了梁山排名中的牺牲品 此人正是古上骚十千 盘点梁山中 不受宋江待见的人 十千也名列其中 在梁山108将排名时 十千被排到了倒数第二 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 宋江有多么鄙视他 但这样的排名 与十千的卓主功勋 十分不匹配 因为如果梁山按照 所立功劳大小进行排名 十千绝对可以排进前十 而他为梁山中 所立的第一功是汴京道家 胡炎卓攻打梁山时 所创的连环战马阵 让梁山君吃尽了骨头 而梁山好汉中 没有一个人能直接破的这个阵法 当时宋江愁眉苦脸之际 金钱豹子汤龙 推荐出了一个叫 金枪手徐宁的人 这个徐宁惯用一把勾连枪作战 恰好勾连枪是连环马的克星 宋江认为 如果把徐宁骗上山 胡炎卓的战马阵必能攻破 可问题是 徐宁当时是汴京金枪般的教头 手段高强 要让这好人属上梁山 必须得能找到他的把柄 在军师胡用建议下 十千去徐宁家里 盗取了一件夹传之宝 燕灵圈金甲 而这件金甲被徐宁使为生命 再加上宋江的半红半片 被诱使的徐宁这才上了梁山 后来 在徐宁的操练下 梁山军都学会了勾连枪 胡炎卓的战马阵也就被攻破了 事后分析 若不是十千道甲 把徐宁转上山 梁山早就被胡炎卓的战马踏平了 而从整个战局的纵向来看 十千道甲取得了三个效果 一是为梁山军 赚得了两位武艺高强的大将 这两位大将分别是徐宁 胡炎卓 二是壮大了梁山军的力量 个个都学会了使用勾连枪 这对于日后正规作战是有利的 三是替梁山军壮大了声望 要知道 徐宁和胡炎卓以前都是朝廷将领 他们投靠梁山 无疑给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到那个时候 梁山军就是众望所归 无论是名声还是身份 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可即使立下这么大的功劳 十千在梁山中也常常会被忽视 在梁山大小征战中 十千不会出面在正面战场上 总是会以背后偷袭的方式出现 从梁山军三打大名符 到攻打增投士 十千都是在担当一个调皮捣乱的角色 不过 这个角色确实很适合他 十千的个头 在梁山中是最小的 这种小个头在偷袭中 不会被容易发现 除此之外 十千还会飞檐走壁 加上自身的灵活性 让他去放火偷袭 每次都能得手 梁山军争辽军灭亡庆 讨方辣中 十千虽然没有像虎松 鲁之身那样在战场上拼杀 但他却用三把大火 改变了梁山军的战局 在梁山军久攻不下的情况下 十千总会偷偷潜入城中 在要害地方放一把大火 之后通过里应外合 把敌军搅得天翻地覆 从而导致战争的胜利 可以说 十千为梁山所立的功劳 可以和开朝元帅比拟了 他对梁山军所做的独有贡献 是梁山任何一个人 都无法办到的 假如少个五虎将其中的一位 梁山军还有其他将士可以顶上 但没有十千 梁山军的很多事情 都没有办法运转 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大距一时 却被宋江排在了倒数第二名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十千的身份太过卑微 大家都知道 十千是盗贼出身 在他上梁山之前 什么东西都偷过 就连一只鸡都不放过 这在宋朝那个商品经济的年代 是文人们十分不齿地下酒流行的 宋江自诩 忠孝仁义 自幼接受如理文化 自然看不惯这种下三滥的勾当 如果重用十千 把十千抬进天罡 那岂不是坐石梁山就是贼窝 从这个角度来看 宋江不但不能待见他 还要离他远远的 可惜这样做委屈了十千 盘点宋江不喜欢的梁山好汉 其中这两位可以说 让宋江恨之入骨 甚至差一点被他赶出梁山 不受宋江待见的第四位人物 火焰罗阮小七 阮小七在水浒中 也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 他一生不求富贵 只追求自由 把整日大碗喝酒 大口吃肉 当做人生第一大快事 这就和宋江的价值观念不相符了 宋江崇尚体制 重视名声和功力 向阮小七这种整日无所事事 浑浑噩噩的人 他是瞧不上的 而其实 阮小七心理也一直不负宋江 在梁山中 唯一一个让阮小七 肯俯首称臣的只有朝盖 可惜朝盖命徒多传 壮年早逝 他死后 宋江就立马开始推行自己的方针 把聚义堂改为忠义堂 再加上一副替天行道的姓皇大旗 梁山最初的使命和价值观 就被彻底改变了 但宋江所做的这一切 严重违背了阮小七的心理预期 作为朝盖曾经的心腹 他是非常鄙视宋江的做法的 而宋江明确提出照案后 阮小七对宋江的称呼上也发生了改变 果真有毒的话 我就替宋大哥死了 从大哥变成了宋大哥 虽然是以子之差 但所表现出来的情意是不一样的 要知道 在此之前 朝盖为老大的时候 阮小七一直尊称的就是大哥 这一称呼从未变过 不过 宋江也从来没有把阮小七 当作是自己的亲信 换句话说 他和阮小七之间始终有一条界线 阮小七把这条界线 直接当作隔阂 他第一次明目张胆的和宋江对着干的时候 是在运送玉酒的那一次 当初朝廷派来使者 到梁山商讨招安一世 说是商讨 其实就是纳祥 阮小七心中一直憋着一口气 当看到送来的几时谈玉酒后 直接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阮小七决定喝几口玉酒尝尝 光自己喝还不行 还让手下的人跟着开怀畅饮 没过多久 玉酒就被喝得一点不剩 喝完之后 阮小七觉得还不过瘾 直接往空摊子里装满了河水 如此一来 宋大哥他们就得喝河水了 阮小七就是这么大胆 他想借此给宋江泼盆冷水 给他来一个下马胃 告诉这就是昭安的下场 就这样 玉酒被完美掉了包 而当李逵兴志勃勃的喝到一口河水时 顿时气的暴跳如雷 要不是有宋江在场 朝廷派来的玉石 直接就被他手撕了 随后武松气的把刀架在玉石脖子上 场面一度混乱 宋江气的在一边脸色发紫 但却无可奈何 这场让宋江满怀期待的投诚 最终以失败告终 而这次偷换玉酒事件 直接导致了 梁山和大宋朝廷打了服务场仗 这样一来 宋江怎么不恨阮小七 若不是顾忌朝盖的影响 他估计得把阮小七赶出梁山 而在征讨方辣结束后 阮小七继续我心火速 坚持要和宋江的亲送行为 斗争到底 他穿着方辣的滚龙袍 戴上紫龙罐 在人群中直来直去 回京后遭奸臣谗言 险些被杀头 而此时身为大哥的宋江 竟然选择装聋作哑 不但没有站出来为阮小七求行 更没有为阮小七 做出一个恰当的安置 可见 宋江对阮小七有多么不满 最后一个不受宋江待见的 就是公孙胜了 公孙胜和阮小七一样 都是朝盖的嫡系 宋江之所以不喜欢他 原因在于 公孙胜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水浒传中一回 宋江被逼上了梁山 就在这时 公孙胜向朝盖递交了辞呈 而辞呈的理由是和宋江一样 就是要回家探母 这就有点指桑骂槐的意思了 宋江知道后也是非常不解 他认为这完全就是在嫌弃自己 我刚来你就要走 所以他对公孙胜的第一印象就不好 后来梁山君在攻打增头士受挫的时候 李奎和戴宗费了好大劲 才请得公孙胜出山 这让宋江不禁感到 公孙胜的架子太大 我请你 你还推脱不来 再到后来 梁山君争讨方辣 公孙胜自知结局不妙 便再次递交了辞呈 如此一来 宋江对他就彻底没有了好感 但他对公孙胜也毫无办法 因此他知道惹怒一个会法术的道士 结果会是怎么样的 然而 就是这些不被宋江待见的人 最后却得到了善终